为讨好新交往的女友 她将刚出生的儿子和大女儿从15层高楼上抛下 摔死孩子后又嚎啕大哭表演父爱 这对狗男女的畸形恋爱 将民灭人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两人之间多达1.7万余条的微信聊天记录 没有任何甜言蜜语 全是恶毒算计 张波是个没本事的男人 只在吃软饭这方面天赋已变 他出生在重庆长寿区的农村家庭 父母砸锅卖铁供他读书 但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 不久后跟着父亲一起到成衣打工 初步社会 张波俨然一个精神小伙 穿着花哨的紧身衣四处鬼混 直到父亲癌症趋势 没还清的房贷和治病的欠款 一股脑压在他身上 他才忽然之间有了人生目标 搞钱 为了搞钱 他进入一家小贷公司上班 2017年 他在交接工作中结识了大三岁的陈美玲 陈美玲家庭平顺 不安时事 很快被张波的花言巧语和不错的皮囊狠狠拿捏 交往才两个月 陈美玲就意外怀孕 不得已带着张波去见了家长 陈美玲父母一眼就看出张波不是好人 坚决反对两人结婚 陈美玲和张波的同事却极力撮合 在周围人的起哄下 陈美玲打定决心结婚 两人的婚姻没有彩礼 陈美玲父母还承担了酒席的所有费用 婚后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满 张波很快显露出他的真实面目 他借着妻子家里的钱 自己开了一家小贷公司 陈美玲希望张波每天早点回家 张波却常常彻夜不归 两人因此争吵不断 大女儿学学降生后 张波彻夜不归的情况才稍有好转 不到一年 陈美玲再次怀孕 张波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 儿子杨阳出生 他也几乎不管 面对产后憔悴的陈美玲 张波眼中只有嫌恶 杨阳生病住院 陈美玲不断要求张波一定来看一看 张波的确到场 一同到来的还有一纸离婚协议 陈美玲不希望子女家庭残缺 跪下拉着张波的手 祈求他看在孩子的份上 不要离婚 张波眉头一皱 甩开陈美玲转身就走 医院楼下的轿车里 是他心棒上的大宽夜成辰 张波开公司后 结识了一些做工程发家致富的人 他野心极度膨胀 时常幻想着迎娶白富眉 走上人生巅峰 叶成辰便是他在妻子 怀儿子痒痒期间 通过网络 结识地崇敬一家食品厂千金 叶成辰年轻貌美 张波很快神魂颠倒 他隐瞒着自己 以婚代哑娃的身份 向叶成辰展开猛烈攻势 妻子是不管的 出轨是必须的 孩子是不要的 如何讨好富婆 对张波来说 唯一的方式是先揣掉原配 后做掉两个孩子 2020年2月 张波多犯羞辱 终于如愿拉着陈美琳 办完离婚手续 陈美琳在离婚室提出 刚出生的儿子 由张波养到6岁 大一点的女儿 她自己负责 由于张波有错在先 需要赔偿80万 张波想都没想点头答应 这时的 她还没有杀害孩子的想法 对她来说 儿子长到6岁 就和她再无关系 她兴重重地联系叶成辰 向叶成辰交底 说自己刚必办婚 只差两个孩子需要处理 叶成辰瞬间眨 此前张波一直坚称自己单身 如今突然冒出来 一个前妻和两个孩子 叶成辰不能接受 她向张波明确表示 自己不可能和一个 离一带两娃的男人凑在一起 张波眼看自己 一步登天的美梦将要落空 立刻赌咒发誓 以表忠心 张波劝说叶成辰 你不见孩子 就当做他们不存在 叶成辰坚决表示不可能 她语出惊人的体 想要见家长 就想办法让你的两个孩子那个了 饶使张波只有小学文凭 也清楚那个是指什么 他只是个渣男 怎么有胆量杀人 马上劝叶成辰 六岁以后就见不到了 叶成辰绝不妥协 他的理由很简单 我年轻貌美 颇有家资 你农村户口 离一带娃 过了这个村 就在没这一点 叶成辰甚至出谋划策 让张波将两个孩子接出来刷 车险埋好 张波惊恐地问 两条命就这么不值钱 叶成辰一句话为这件事定行 他说这能证明你爱不爱我 张波的优柔寡断 让叶成辰极为不满 他掏出了分量最重的筹码 也是张波最爱的东西 金钱 以做威胁 他斥责张波 以后你那么多孩子 我就是再有钱也养不起 张波觉得杀子 还是太过丧尽天良 叶成辰实在极端 这样下去迟早出事 2020年6月 他向叶成辰提出分手 但就在三个月后 张波舔着脸主动联系叶成辰提起复合 离婚时约定的80万赔偿 还有两个孩子不断的抚养费 让张波越发认定 这两个孩子的存在就是累赘 同时 叶成辰所能带来的金钱和地位 也不断勾动着张波的贪念 叶成辰早就料到这个男人 会为了金钱凑上来 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 解决好两个孩子 再提复合 张波这次态度180度急转 不仅答应回去就解决问题 还承诺两周之内 必定解决 2020年11月2日 15层高楼上掉下两名幼童 就像惊动的重庆金江花府出户 一个大一探出头一看 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 邻居急忙跑到楼下 地上赫然躺着一男一女 小一点的男孩还在抽搐 大一点的女孩已经没了动静 鲜血从男孩口中一点点涌出 很明显 他已经凶多吉少 两名孩子分别叫杨阳和雪雪 他们的父亲张波几分钟后 跌跌撞撞地从电梯间冲出 一路连滚呆爬扑到空地上 看着地上的两个孩子 他声嘶力竭地哭喊 人们想拉他起来 他一把推开旁人的手 就要向墙上撞死 人们纷纷安慰张波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异常意外 但就在几分钟前 正是张波亲手将一双儿女 抛出了高楼 不久之后 他的微信收到一笔四万元转账 来自新交往与友叶成臣 为了杀害这两名幼童 张波和叶成臣合谋了十个月 早在10月20日 张波就进行了一次尝试 他已给女儿买衣服为由 说服前妻陈美玲带女儿到家中 准备找个机会下手 制造意外死亡 由于买衣服的过程中 陈美玲一直跟着 张波没机会下手 这次尝试最终失败 为了证明自己努力过 张波拍摄陈美玲和孩子玩耍的视频 发给叶成臣 叶成臣不吃这一套 不断催促张波紧快下手 张波抱扔 下一次绝不失误 张波知道 自己再不动手 财富 地位和年轻貌美的叶成臣 必定要离自己远去 最终在11月1日 他再次将女儿接到家 并找了个借口 将前妻陈美玲打发走 陈美玲没有多想 叮嘱张波照顾好孩子便离开了 再次见到两个孩子时 他们已经躺在冰冷的地上 张波则在一旁放声捧哭 他的演技看成完美 陈美玲对他依旧没有丝毫怀疑 认为这是孩子不小心翻出窗户造成的意外 直到一直带孩子的母亲提出 飘窗很高 无论是姐姐还是弟弟 都不可能轻易翻出窗户 警方现场勘测时也发现了这一点 加上提问张波期间 他一直表现得遮遮掩掩 十分不自然 迅速对张波立案侦查 张波删除了自己和叶成臣的聊天记录 意图蒙混过关 警方最终对两人的手机进行提取 将1.7万余条微信聊天信息复原 发现二人未扫情结婚障碍 产生了杀害两名孩子的想法 得知真相的陈美玲双眼一黑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全心全意爱过的男人 会为了同别人结婚 献祭掉轻生骨肉 2021年12月28日 重庆法院一审判决 判张波和叶成臣死刑 张波和叶成臣当庭上诉 张波人生第一次写信给陈美玲 目的却是让陈美玲出面谅解他杀死的罪行 一连三封信 陈美玲都没有回应 第四封张波又是成语又是佛法 完全超出了小学文化水平 这明显又是他和叶成臣的共同操作 陈美玲给张波回了一句话 为了两个孩子 我必须看到你们死 不惜一切代价 2023年5月11日 重庆高级人民法院展开二审 裁定维持原判 两人最终在2024年1月31日 上午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